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UTV的個人講事 又快到中國的農曆新年 大家在想包歷事 不好意思 政府的超資很嚴重 政府就不會有歷事給你 怎樣嚴重呢? 我記得的數字是政府的財政盈餘大概有7000多億 但它超資已經超過15億 例如連塘口岸、港珠澳大橋、屯門西至赤立角繞道 還有一個叫廣深港高速鐵路 全部是超資的 四大機見你全部超資的 你怎樣搞呢? 之後還有一些計劃中的工程 已經是超了資的了 即是有些拿了研究費 大概是有一個預算的 它都是預算的了 我們只有7000多億 你每次超資都超過15億 那你實質的造價呢? 有些是660多億 700多億 有些是1,500億 即是香港有錢 大概是否這樣做呢? 做完之後 預算香港大約只剩下200多億 那有些人就覺得 哎呀不要緊啦 7000多億 你浪費也有時間浪費啦 還有200多億 這樣也好一點 錯了 不好意思了 如果只剩下這些錢的時候 只剩下200多億 政府就剩下福利 剩下什麼縱緩 生果金 醫療 也有藉口不去做全民退保 也有藉口不去建醫院 這些 連唐口漢是什麼 就是給大陸人 廣深港高速鐵路也是給大陸人 港珠澳大橋就是給大陸人 我們四大基建 起碼三樣都是為大陸人的 現在很多人都說 哎呀不夠醫院了 政府又要增加醫療費用 其實很簡單 你下一屆的財政預算案裡面 你就是剩下 拿回這些 這些完全是抽乾香港 抽乾整個庫房 你那些錢在哪裡呢? 那些港珠澳大橋是中資公司的 那些錢就全部都給大陸的官員 全部都給大陸人的官員 中國有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建東西一定要偷工減料 他們最喜歡就是搞基建的 因為有得貪 還好 香港全部都給大陸人的錢 貪了錢都給大陸人 貪完一會 未能夠再貪一些 立法會就不斷批錢 香港人的錢就拿去貪了 被他們批殺 那些議員不知道的嗎? 知道的 他們照做而已 全部都是舉手機器來的 全部都說 阿爺說贊成 個個都贊成的 誰敢說反對呢? 個個都知道官員貪的 誰都不知道 其實好像阿安大地震那樣 你猜梁振英 你猜林鄭 你猜林鄭不知道那一億是給他貪的嗎? 知道的 他是要捐的 那你可以說 哇 政府做什麼就可以了? 他說做什麼就做什麼的嗎? 不是 還有立法會 那為什麼立法會不去限制他? 那些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貼票來的 全部都中了票的 那些混蛋不會去投票 你還好說 你說什麼呢? 還有人說 哎不是啊 立法會其實都很公平 公民組別 又直選 我很公平 沒事的吧 去美國什麼實實都有 哇 公平 真的很好笑 我們的直選 就有 你當是百多萬至二百多萬的選民 直選裏面就產生 三百多萬的選民 直選就產生三十五個議席 那除了你當 可能十幾一個選民 一張選票就等 怎麼說好呢? 其實一張選票就等於功能組別的十張選票 因為功能組別只有二十三萬的選民 即是等於你一個議員 即是等於你一個議員 即是等於你八千個選民 而直選裏面就是十幾萬的選民只有一個議員幫你 那除了一票的直選票就等於十票的功能組別 那大家都知道 功能組別裡面全部都是睡覺王定光啊 還有些什麼 寧票不亮星啊 根本沒有票啊 離譜做主席 神經病的這個 離譜的這個光頭都直發啦 立法會 真是瘋子 還有什麼 姚思源啊 還有什麼方剛去直選還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啊 這些奇妙怪誕的 建制派 睡覺啊 完全不懂的 譬如好像那個鄉下佬 鄉議局主席 又是功能組別的 劉王法 劉王法這個仆街啊 那天上司政報告呢 打黃胎 看到梁仔立即脫黃胎 政治不正確? 你想一下這些契弟去做功能組別啊 一票就等於十票啊 這樣都叫公平? 這些都叫公平的話 我對公平有一個新的定義 那真是 香港人不要再說 搞錯啊 政府這樣都可以的 立法會不幫的 你都不去幫你自己 你罵什麼政府呢? 你罵什麼立法會呢? 你自己都不去投票 你自己都不拿回議席回來 都說了啦 根本就是整個立法會選舉那些人不公平 你是只有35席的 你只有35席的 你直選真的只有35席 真的是全部人一起玩呢? 只有35席的 你都不去投票的 你都不去爭氣的 誰跟你爭氣呢? 你是爭氣的 你全部都是泛民的 你那些功能組別 又是全部建制的 那起碼又可以撐啊 你不是的 那些功能組別 全部都是建制的了 你泛民 還要輸十幾席給他 你抵你這些香港人沒有民主啦 那當然什麼都過啦 一千億都過啊 二千億都過啊 下次七千億都過啊 那裏 有幾十億的 那裏 我覺得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香港人呢 很快就有新一屆的財政預算案了 我希望大家香港人真的要留意一下財政預算案 退稅啊 有什麼印花稅啊 那些全部都要看 一個十幾億的 幾十億的都要看 因為這些錢全部是我們的 不是說中央科樂來的 絕對不是啊 是我們自己賺回來再給政府的錢 若果你自己都不去做一個 去管理自己的錢 去管理政府怎樣去用錢的時候 香港是真的被人抽乾 還有 真是希望這麼多市民真的要登記做選民 這些人是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可能功能組別我們登記不了啦 可能我們未合資格 但是呢 即使這裡你是過十八歲呢 你就有權去登記做選民 你登記了做選民 你就有一票 有一票你就可以決定你那區的議員 決定那人去幫你說話 那當然啦 我也都不覺得現在的泛民是在幫香港人說話啦 我不是說叫你去投泛民 我希望你投一個為你說話的人 即是泛民那群全部都有腦的 我覺得 絕對不是啊 啊 柱根那些 但是 柱根這些沒有腦啊 麗雲這些沒有腦都不要緊 沒有腦的人就說廢話是正常的 就好像美婚那樣 只是懂得嘖嘖嘖 因為他就是老鼠來的 這樣也絕對不要緊 因為是真是老鼠呢 我不會跟他鬥智商的 因為沒有智商的這個人 那群泛民全部正常人 全部有智商的 但做就是做一些沒有智商的事情 譬如說什麼呢 喂 你說真的 你真是不知道會這樣賺錢嗎 你不知道財政預算案 你不知道錢是這樣賺給大陸貪官嗎 雖然他們有反對 但除了按那個 當然按反對鍵也有用 但你有沒有做過一些真是令到市民去教育市民的事情呢 你不知道那些水塘啊 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要依靠大陸嗎 為什麼你不去爭取那些東西回來呢 去拿回政府用水塘 即是迫政府用水塘 或者提議政府去用水塘嗎 或者做更加多的水塘嗎 你知道的 為什麼你不去做呢 那我不知道 當中的故中原因是越揭越多了 那就先講到這裡 香港人你為你前途打算 做選民和登記做選民和投票 下集再見 拜拜